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EY学堂 过去几年不时我都跟大家回顾一下 有关开发商爆雷的情况 之前还是一些预测或者预警 时至今天就已经是确认成真 今天就是回顾一下 以及提供一些实证究竟现在开发商债务违约的情况 金额有多庞大 以及事件有多严重 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讲债务灰西牛系列 债务灰西牛3我们今天就给一些实际数据 就看看开发商的违约情况 包括在岸的违约已经占整体违约高达九成了 回顾一下灰西牛的意思 灰西牛就是说大概率会发生的事 机会很高的 也有重大的影响 可能会爆发前在的危机 所以有别于黑天鹅 黑天鹅就是很难估计得到的 概率很低的事 但是会影响很大的 灰西牛是很有趣的 就是明知出现的机会很大 但是也会有得去发生的 所以预测灰西牛相对容易的 所以今集就检视一下这一只庞大的灰西牛 有关开发商的违约情况 其实在2019年初 我们就已经有介绍过有关 香港银行向中国内地的 相关贷款金额和违约的情况 给大家看一些数据 当时我们就引述金管局的半年报告 当时更新到2018年12月 我们今天全部都用6月的数据 做年度比较 当时的资料就是 2018年6月的相关贷款金额 已经去到43,210亿港元了 所以再从前面的四年比 和2015年的6月比 当时只有34,850亿港元 所以四年之间就升了24% 然后我们又看看最新的数据 去到2022年的6月 你就会看到相关贷款金额 就进一步上升到48,060亿港元 所以后四年又再上升了11.2% 其中尤其是借给内地民企的贷款金额 增长是较多的 所以大家会看到 在2018年6月的时候 还是借给内地民企的金额 是12,110亿港元 但是到了2022年的6月 四年间又上升到14,750亿港元 所以升幅是21.8% 比起整体的升幅多了四倍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 香港银行其实向中国内地民企的贷款 在过去8年是持续都有可观的增长的 好了,那这只灰犀牛 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信号的呢? 大约在4年前 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已经提出了有关2018年的债券维约 规模和比例有一个突然大幅上升 极不寻常的情况 大家可能还记得这幅图 就是你看看 譬如2015、2016、2017年 这些年份 其实债务违约的规模 是维持在低于400亿元人民币或以下的 但是一踏入2018年 突然间就急升到 1200亿元人民币 所以你看到 哇,好像升了两三倍 而且黑色线显示就是说 债务违约佔债市的整体规模 已经是由约莫0.2% 急升到0.8% 所以当时已经引述 金管局2019年的半年报告里面 是这样说的 它说根据市场资料计算的 违约风险指标 违约距离指标显示 是自2018年4月以来 中国内地企业的信贷风险全面上升 所以大家看到了 2018年就已经有一个明显的讯号 就是有关债务违约的风险问题 所以当时就已经是写文章提出了预警 一如当年的预警 四年过去了 那我们现在又可以检视一下 究竟那个违约的情况 是否真的如当年的预警 是出现持续的违约风险 那这幅图就是最新金管局 在2022年的更新了 现在它就集中介绍有关中国内地在岸债券的 违约规模和比例 你看到趋势和之前那幅图是延长了 是显示预测非常准确 是2018年的突然急升之后 接着就持续高位 是居高不下了 事实上更加是持续冲上到 2020年的最高峰 15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一个水平 更加有趣的就是 大家会看到黑色的部分 深黑色的部分 其实就是说的是 开发商所占的违约金额 所以你看到2018年至2019年 都持续去占比是很少的 一成都不到的 但是踏入2020年 你就会看到开发商的违约 占整体债市违约的比例 持续急升 去到2022年的上半年 更加是超过九成 而且占整体债市规模 维持在0.7%上下 所以你看到 由2018年开始 曬霧的灰西牛 就一直向前冲了 而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开发商 那么我们就回顾一下 我们在去年2021年11月的时候 我们就制作了一条短片 题目就叫做 债务灰西牛 债务违约风险及收益回报率 那么大家可以回到这个连结 大家可以看看 当时我们就引述了 金融时报的一些数据 就制作了这个图表 那么当时就已经预测了 就说你看到 去到2022年3、4月 将会有两笔非常巨大金额 要还本的美元债 所以当时就已经预测了 就是恒大在2022年 去到3、4月的时候 将会遇到到期的 还本的两笔巨大债务 第一笔3月23日 还本的金额更加高达20亿美元 好了 时间又过了一年了 那么我就跟大家去验证 回顾一下 究竟当时的预警是否准确了 当时的预测就说 去到3月 有一笔要还本20亿美元 那这幅图就是 金融时报在2022年8月的时候 就做了一个有关 中国开发商的美元债务违约的 一个时间线 其中大家会看到 在3月底就正正出现 恒大的20亿美元债 违约事件了 不单止是恒大出事的 因为大家都要明白 风险是有传道性的 所以一旦出现违约事件 就会引发系统性的债务风险上升 所以就引爆差不多 全部开发商的债务违约的风险 所以大家会看到 事实上就除了恒大之外 其实一连串的有关 开发商的债务违约 爆雷事件 此起彼落 有些金价是更加高达 31亿美元 10亿美元 不等的 所以市场的统计就是说 只是2022年的头8个月 开发商的美元违约金额 已经高达314亿美元 而且市场是情绪悲观 估计全部开发商的美元违约 将会高达1300亿美元 所以最后就跟大家讲一下破枪理论 千万不要让第一只枪破坏了 因为那些贼看到就知道 这里没有人住了 越来越多枪会破坏 然后就排入屋 所以这个破枪理论就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会有连环违约的情况呢? 事实上在2018年之前 市场的违约个案很少 所以债主就觉得风险不高 就继续借钱给你 就可以用新债去掩蓋旧债了 所以其实债务到期 没有什么压力 但是到了越来越多违约事件出现 债主和投资者 在再借新债的时候 就会变得非常甚深 甚至乎是不愿意借的 所以金融时报 在最新2022年8月的文章里面 也有一个资料指出 其实开发商的美元债 在2017、18、19都有继续上升 所以反映是继续借多了 由2016年约摸是100亿美元 一直升到2019年的高峰 是700亿美元了 升了6倍多了 2020年开始就急速回落了 所以大家看到2021年的时候 其实开发商的美元债 已经跌到只有400亿美元左右 然后2022年的头8个月 更加萎缩到100亿美元也不够 所以结论就是 旧债又到期 但是又借不到新债 想快点买房 回笼 但是又遇到经济和楼市不振 所以又不够钱回 又借不到新钱 所以就越来越多开发商 都出现债务违约 形成破仓理论所预测的一样 就是一旦出现破仓 就会引发更多破仓的现象 所以一起到预警成真 好,今天的讨论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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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